今天先交給何老師跟我們做一個短講 這個短講結束在雨潭還有QA 那我們就首先歡迎何老師 謝謝大家 年近70我常常擔心老年痴呆 所以我每一次想要講什麼話 我都想辦法先把它寫好 也得我到時候忘記了 或者插到不該講的東西 然後跑題了 所以今天我還是有準備我自己的講道 以後我也會把它放上廣去 如果大家覺得沒聽清楚的話 他們講的沒錯 我就是北屯新村的人 這塊地最早的時候是北屯新村 後來才改名叫明雲社區 這村子修好的時候 我們就是搬進來的第一代人 這個村子拆的時候 我們是住在這裡的最後一代人 所以一直都在北屯新村 不過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是這裡的人 這次也不知道有人聽說我是北屯新村的人 去找我 我當然就義不容辭啦 因為這是我的家的存在 我爸媽媽其實 爸爸原來是空軍 爸爸隨著空軍的隊伍來台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我 我哥哥在肚子裡 來的時候最早住的時候 住在台中二中 現在的雙始國中旁邊的變電巷 如果去看歷史的話 有講到說北屯新村的前身的住戶 都從變電巷搬過來的 沒錯 我們就是住在變電巷 變電巷的房子就很小 那個四面的牆都是竹尼巴湖上的 尼巴那種舊的房子 然後我們家一間房而已 沒有什麼課金 廚房那種分隔 沒有就一間房子 一張大床 一個桌幾個小椅子 這就是我們家 沒有特別的廁所浴室這種設備 在外面跟大家一起 其實其實是生活條件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課難 然後後來我們慢慢出生 雖然這樣我哥哥跟我 跟我第一個妹妹 我們三個是連續出生的 每一年生一個 但是因為年紀很小 所以還可以一家五口一家床 當時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 1959年八季水災的時候 被對象淹得非常嚴重 那彌虎的牆大水沖大雨 澆下來 沒幾天它就已經散了 所以當時的話是蠻危急的 因為我還記得我半夜醒來的話 我床前面的水已經快到床邊了 然後看到我們家的那個尿罐 當時我們家的尿罐還沒叫盤雲呢 所以那個尿罐是在水裡面飄 因為我們沒有廁所 就是家裡面就是 晚上就是拿一個彈雲 當尿罐就可以邊用 然後那天就看起來那個彈雲 就飄到桌子邊上 那他要逃難了 那那個時候的話 我們家是已經有五個小孩了 為什麼會生五個啊 因為我爸爸是獨子 家族這一代人就生他一個 所以總是希望能夠開支三葉 多生一點小孩 所以在當時的話 生了三個以後 情惡了三葉以後 又生了兩個 所以當時八季水災的時候已經有五個 那要逃啊 我爸爸就揹一個 手牽著一個 胸前抱著一個 就這樣子摸索著 真的要摸索的是晚上 然後看不見路 什麼都沒有 摸索著跑跑到 台中外中的大禮堂去 那個地方地形比較高一點 然後就到大禮堂去 我記得家裡的傳說 我爸爸第二次 命送小孩過去的時候 在路上才摸了一條大禮 所以很大的條禮 隔了兩天把它吃掉 那一次的話 我們因為這樣子而逃過一節 可是家就沒有了 全部都沖掉了 我們在台中外中的李唐林 用床單拉起來隔著住了 大概有兩三個禮拜 然後最後呢 就被派到住在目前 武全路和雙十路交口的一個平等里 就在平等里的鎮村的人 大概找到一個房子 先暫住一下 等到北仁新春新華以後 我們就搬進來了 那時候我們就是 北仁新春的一代住戶 北仁新春是一個空軍的新春 所以它後來改名叫做靈年新春 也是遵從空軍軍母的傳統 我還記得我們北仁新春的房子 分大概像個 把英文字母最後一個Z把它拉長 所以前面的話有三台房子 那三台的話最靠近北仁原環 也環境最好比較大一點 那是飛行人的住處 因為當時是優待的飛行人 房子比較大 然後住戶的話 男的都很帥 很像年輕 然後女的都很漂亮 你知道飛行人 但是還蠻熱的 蠻熱門的 我們每次進村子都會經過這些家庭 所以你也知道 小的時候都有 都去想哪一家的最帥 常常會希望經過的時候看得到 不過通常都看不到 很忙的樣子 然後就覺得中間這個Z字 轉彎的地方的話 就是好幾台的房子 圍繞著一個大空地 那個大空地是有一個籃球場 然後還有這個晚上 有時候晚上還會在那邊放電影 露天的電影 當然我們村子裡面的太保派內 就是所謂不良少年男女 也是在那個地方滯留 聚集 然後做他們小作的事情 這一塊的地方 以及後面Z字的另外那一邊的話 各方面都是文職人員 就不是飛行員 不會出勤的 他們是地面工作人員 然後有前面一部分的話 是比較是軍官級的 然後最後面邊邊上 就是士官級的 我們家分店的房子 就是軍官級的倒數第二家 所以我媽媽跟士官太太們都混得很好 但是軍官太太們反而不知道 沒那麼熟 因為比較緬一點點 這是我們當時的 北辰新村的空間的狀態 我兩三個禮拜以前 有回到這個地方 來看看我們從前面這個房子 我也二三十年沒有回來 回來以後 我原先在Google上面有找 找到看到有一棟房子 很像我們家的格局 然後我妹妹跟我講說 不是那一個 我們家已經被拆了 那我來的時候 走來走去的 不太清楚 到底是哪個還是我家 因為沒有任何的地方 告訴我說 這就是我們家的位置 結果剛好遇見了一位太太 從那裡經過 然後攀談之下 她發覺她竟然是五十年的住戶 在我們建村外面的村子裡面住 她還認得我媽 假的假的她還說認得我妹 因為我妹夫是住在村子外面的住戶 所以講來講住的時候 然後低吸回來的一些過去的思念 可是老實說 情感沒有那麼強烈 因為通常用空間的辨識力 是你的情感被發動的 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看來看去就只看在一塊草地而已 紋在鐵林圓杆裡面 你可以猜得出來 這大概是軍港保留地 可是 你就是沒有辦法想得起來 這個東西跟你過去 記憶當中的家 有什麼關聯 今天主題是要從鎮村來講性別 從鎮村的脈絡來講性別的話 我覺得沒那麼容易 因為每個鎮村它的軍種不一樣 住在裡面軍街的人不一樣 他的鎮村的性質地和位置 這些人從哪一個省來 從哪一個位置來都不太一樣 所以每個鎮村通常會發展出來不同的性質 也會發展出來不同的村風 就是你這個村裡面帶有什麼樣的一種風情啊 或者風格啊這種的 那不過我覺得呢 所謂鎮村的這種文化的特質 其實不是來自於鎮村的村民本身 有更多的是來自於鎮村的歷史社會脈絡 就是那樣的一個背景 因為畢竟逃難來台前途茫然資源有限 這都會使得鎮村的軍民本身之間 以及他們跟村外人口的互動 與台灣社會演變的方向 與本來本土政治的拉扯之間 都會不斷地發生緊張和摩擦 而且因為鎮村的特殊性質 好像都比較大方外向能蓋 這個印象其實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戰亂和逃難使得人口移散 它也徹底的拆解了 原來的社會結構和規範 截斷了傳統權利和習俗的傳承 逃難來台的小家庭裡的女性 因此比較不必承受原來大家庭體制裡 要求的嚴謹和克制 可是在此同時生存現實也造成 他們缺乏傳統大家庭所提供的支援和穩定 因此必須要自己鍛鍊出來獨立的應變能力 才能夠與收尾來自四面八方 有的時候與言都講不通的人互動 你也能夠及時去處理和解決 日常生活裡面的諸多問題 所以鎮村女性所謂的大方外向能幹 其實是在這種環境當中在面穿 可是我們現在有關鎮村的女性描述 往往只會套一個很簡單的性格邏輯 舉個例子 提到鎮村太太們常常聚集打麻將 我在一個台灣女人的網站上面看到 就有一個描述 那就可以看她怎麼說 她說 因為丈夫長年在外 一家的重擔照顧孩子的責任 全需鎮村婦女一肩扛起 內心的壓力鬱悶可想而知 麻將的聚會不僅提供婦女寄情娛樂的消遣 也提供了壓力宣洩的常遇 讓所有的煩憂不滿 都在哗啦哗啦的麻將身中得到疏解 就是網站上面對於鎮村女性打麻將的這個現象 有一個分析 熟悉兩性平權的人聽到這種分析 當然想當然覺得 哎呀很有道理啊 因為鎮村生活又再次印證了 性別權利真的不平等 也見證了鎮村女人孤寂艱苦 鎮村打麻將的現象 有在這樣的一個分析當中 對浪漫的話 對溫情的話 不過我的觀察和經驗 沒那麼浪漫 也沒那麼溫情 我用我媽媽做例子 在鎮村裡面打麻將對我媽來說 從來就不是什麼中產階級 個人情懷的勳泄鬱悶壓力 反而是一種非常務實的家庭經濟盤斷 從小我們就知道我媽很會打麻將 我媽是四川人 逃難來台之前在上海十里洋場 還工作了好幾年 在那些地方 麻將就是人際互動的主要的活動 所以她很早就練了一身本事 通常牌一發好 她已經大概算得出你有什麼牌 才能猜得出你下一張要出什麼牌 可是她常常去鄰居家打麻將回來 總是說只有小贏或小輸 我就問她 她在了然於心地說 不能妹子都贏 也不能贏台多 又財獻就好了 贏台多 只贏不輸 人家瑕疵都不交一大牌 我覺得我媽最厲害的就是 在家裡說起打麻將 常常是一副職業賭徒似的意志跟她 但是在外面行走江湖 她卻能低調 克制 拿捏分寸完美 人緣好 一向挺好 說到這個不浪漫的麻將 我再講另外一個例子 有一些愛打牌的卷經太太 因為各種年齡 她沒有往往在家裡擺桌子打麻將 可惜要打牌你要有地方聚集 所以每個眷村裡通常會有固定幾家 會開放空間讓鄰居來打麻將 主人提供桌椅 麻將 茶水 甚至香菸 零食 還打完 贏家都會固定的分紅給主人 這是一種出門就能賺收入的方式 我們家裡手頭特別緊的某些特殊時刻 我媽也會趁著爸很下班 叫幾家太太來家打牌 收取一點點的分紅 也好快速的解決當下的極端困窘 像這樣子提供賭博場所 或者聚眾賭博造刑法268條 意圖盈利聚眾賭博罪 是要處三年以下有機屠心 而且並科三千年以下的房金 還好當年警方執法不算太嚴 不太想惹俊村女人 所以俊村女人還是能夠以她們最有限的資源 來靈活開闢財源 怎麼開闢財源 財務上的困窘其實是那個逃難時期的常態 我爸一個月的薪水你知道多少嗎 兩千台幣 還要養六個孩子 最終我們家的最高數字零六 小時候還好 每一旦開始上學 每一年就要醜兩次 六個小孩子學會 我爸媽還堅持小孩要讀到大學 因為爸爸媽媽 就覺得小孩子已經那麼少了 我們家裡人均干部 就好好的把這幾個孩子都養好 所以堅持要讀到大學 那學歷路人家裡就更大了 那個時候又沒有什麼正式經濟部門不太好 能夠搞得到貸款 所以一缺錢 你只要想辦法立馬去籌錢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 眷村最常見的籌錢方式就是 來會標會 沒錯 幾十個家庭 有做十個二十三十個家庭 湊起來獎定了每一個月 匯款金額是多少 繳款的日子是哪天 然後需要用錢的人 那一天可以出標去把這個總額標下來 哪個是用的 當然你之後的月份的話 你繳的時候就繳的是 會錢跟標款都要一起繳 我媽的做法是同時來好幾個會 齊氣的時間不一 人數長短也不一 雖然每個月的會錢這樣累積起來 就應該要繳好幾個 看起來是比較多 但是需要用的時候你就可以標 標這個會來用 然後順便把其他的會錢給繳入 真正急用的時候 還可以去借鄰居的標 就是他不想標 那我借你的標 然後我以後再來分期還給你 就等於說一下子你拿了一大筆錢 然後以後再慢慢一點一點的 反還回去 你只要資金留得動 轉得動 日子就還過得了 所以我媽就很厲害 另外一個籌錢方式 如果不是來會的話 就是借錢 我最小的妹妹常常說 每一次借錢都是媽媽欠的我去 因為她是一個潤滑技 帶著小孩去 你知道一個太太莫名其妙突然上門的話 就覺得怪怪的 可是你牽著一個小孩 就好像是串軟 所以我那個小妹妹借錢的經驗非常豐富 這個借錢的方式是 直到我在大學畢業以前 我們家累積起來的債務都滿不少的 我還記得最後一次清算的時候 有爸爸退伍了 他退伍了 他退伍了 退休金40萬 然後可以一次 然後我們做欠的錢 全部罐罐 我們就這麼做 我爸爸到老年都一直覺得非常的心酸 就是說 我看每一輩子的經驗 我最後拿到一點這個退伍金 竟然就這樣一下子就沒了 好像覺得自己一生 沒什麼價值啊 一下子就沒了 然後就會怪 怎麼會欠這麼多錢 但你也知道 這累積起來的 這邊那一點 那邊那一點 利息均均加起來就是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我媽媽借錢呢 也是遵從上面那個例子的原則 我媽很清楚 你不能一直借而不還 而且你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 所以它會輪流借 借了假的錢 時間差不多了就像你借 然後先還給假一部分 然後再像給借 然後再還過一部分給借和假 再沒有計算機 沒有電腦Excel Program 沒有東西來幫忙你記帳的人在 我媽能記住你所有的人頭 日期帳目 而且在會前本金利息之間 可以維持非常活絡而正確的資金流轉 可以說是在前現代的情境裡面 發展出來管齊資本主義的資金流轉 非常厲害 雖然難免實時會有結局之感 也充滿了緊張的壓力 可是這些經驗都讓他鍛鍊出來無比的堅韌 以及靈活周轉資金的強大職位 後來他在任教的國中領 還被推選去整頓那個充滿了弊端而陷阱的校園福利社 大家都知道 這種福利社合作社都是問題很多的地方 而他竟然能夠做到廠商和校方皆大關係 同時又能給老師和學生最大的福利 老實說一個家庭主婦 在經濟困窘的時候能夠長出這種高超的金融能力 不能不說是眷身生活給了他自己的鍛鍊機會 可是他沒有做財政部長 他是有這本事的 我媽媽的這一生的金融本事是有真傳的 因為後來我那個最小的妹妹 可能是漸漸穿得多 看多了也懂得多 後來他擔任台北故宮的總經理的時候 太厲害了 故宮歷史上面最厲害的總經理就是他 他可以從那個 比方說 贏於每一年大概只有幾千萬 可以把他劃到六億 在他任職的四年之內 我妹妹常常說 我是德字老媽的正傳 可是你偷偷告訴我 你聽到我媽在村子裡的外號叫什麼 吳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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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媽媽講的一定要講 吳婆 吳婆 大家的視窗幫忙 沒什麼 他就是很能搞事 很能搞 後來我們就業了以後 我爸不常管我們 但是我媽媽還會搞我們的心血 那個誰這個月 那個什麼人要借用一下 姐姐要借一下妹妹 然後那妹妹要還錢的時候 先還弟弟 然後再還姐姐 常常在那邊 做各式各樣的資金調度 有的時候到後來我們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他的錢怎麼跑的 和他清清楚楚 最後可以算出一個總賬來給你 太厲害了 那這裡我必須提出來說 真心握寻 有的時候 會因為逃難生活的局促 而必須涉入灰色地帶 還滿著名的電影導演王瞳 曾經拍過一部很棒的作品 《香蕉天堂》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但是一定要看 那電影真的拍得很棒 這部電影描述的就是 外省人在戰亂當中 跟著軍隊逃難來台 後來被迫頂替身份的一個故事 用別人身份然後繼續活下去 我媽媽雖然沒有這麼戲劇性的經驗 但是當我六個子女 都開始上高中大學的時候 她已經感覺到 軍官的死薪水 根本沒有辦法靠標會或者借錢 來解決生活所需 不管我爸的男人觀念 是怎麼樣的反對妻子 拋頭露臉 我媽都必須要出外工作 去掙另外一份薪水了 我媽是有大學文明的 所以當時就拖了好幾層關係 在烏日的私立武訓中學 現在叫明道高中 最早的時候她是武訓中學 私立中學 那時候我媽媽就拖了人 去在武訓中學 找到了一個教師的缺 雖然大家要想像好 那個時候沒有像現在有火車 有捷命 然後又有各式上方便的交通工具 那時候要從北屯這裡到烏日那裡 你知道有多遠嗎 多困難 但是遠還是要去啊 因為別地方找不到缺 雖然路很遠至少是過工作 問題是 你知道我媽要教什麼科目嗎 高中英文 因為我媽只有混過普通大學的英文能力 根本不可能教下來 不過還好 我爸本來是有語言天分 然後自己又苦學英文也成 我爸在二區部 水南 在二區部上班的時候 就常常被派去接待重要的外賓 很多重要的外賓 然後他英文非常的好 這個語言能力不再化銷 而且他文化廠次也很豐富 所以我朋友常常送往英文 於是我爸爸就每天晚上 教我媽英文 明天要上課 要教職 一個字一個字的念 各種的辛苦當然不用說了 我媽愛了多少媽 我爸就嫌她笨 嫌她學得太難了 可是我媽現學現賣 第二天上場 她竟然還教下來了 厲害 過了幾年 台灣從初中略進國中去 初中改制了 我媽媽就送紅包 托人把她轉到工作比較穩定 也離家比較近的 就在附近北京國中 我媽教的科目更多了 從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公民 她都教 我媽也都吃了下來 而且她很擅長把她的人生經驗和歷練 轉成教材內容 而且她跟學生的輔導來做得很好 那個時候學生都覺得她教得不錯 教書的時候苦練了英文 後來證明很有用 我媽八十幾歲的時候 還一個人搭飛機去美國 看剛出生的曾孫米 不然自己要轉好幾趟飛機 自己轉 不是那種拿條子寫在她先生腦上 不是講英文的 她自己要轉好幾趟飛機 因為我們沒有人在北卡 我們要飛到西岸 西岸再轉到中間 中間再轉去北卡 轉了好幾趟機 而且她還要幫忙她周圍的台籍旅客 在過海關的時候擔任翻譯 海關的人問的時候 什麼意思 我媽在旁邊幫她做翻譯 很厲害的 而且我媽在美國停留了幾個月 她在那幾個月裡面 她不想要依賴我妹妹來供養 所以她閒暇的時候 她就自己打工車 打工車 跑去附近一個老人院打工 八十十歲喔 照顧朋友跟她差不多年欠的美國老人 一方面賺自己的生活費 和零花 另一方面交朋友 編英文 難怪她的英文口語 一向很厲害 這就是 有時候聽起來會像千方夜談一樣 不會英文的人 能夠自己跑天下 老實說 在戰亂逃難的年代裡 很多人都不得不採用一些類似我媽這種 蒙混編造螳賽的招式 才能夠存活或者改善處境 現在這個年代 大家動不動就站定了道德高地 堅持絕對的真假對錯 好像眼睛裡容不下任何一粒沙子 擠不出一絲的理解和悲憫 但是電影相交天堂裡 真正的人被迫活了虛假的身份 最終流露出來的 就是真正的家人情感 我媽在她教書過程裡也一樣 她確實地學了 會了 教了 做了很好的老師 還養出了六個算是蠻出色的子女 倦存的經驗讓她學會了如何 和五湖四海三教九樓的人周旋 也讓她一直很接地氣的 有效率的 通達人情地處理一切事情 解決一切問題 我們家四個女兒 雖然常常嘲笑她重男輕女 確實是 就是對我哥哥和我弟弟特別好 但是 So what? 我們很理解啊 我們覺得OK啊 因為我們不需要她偏心愛我們 我們都活得很好 她活出來的這種破例能力和寬厚的胸懷 早已遠超過一般的女性 是我們現在女性最佳的檔案 可是她真的會摸你 會走小路 會有小聰明 會有各式各樣的做法 我也覺得挺好 因為沾上一切實世界裡 你就需要這樣才能活得好 好 你以為我只講台灣的眷村女性嗎 錯 講完眷村女性 我們來講講男性 對我來講想性別 絕對不是怎麼講女性呢 眷村女性展現出來的大方外相能幹 其實也同樣出現在眷村男性的身上 只不過這些特質卻成就了眷村男性的豪氣江湖榜 這就是眷村文化發展出來的另外一個特質 不是說全部啊 這是一個蠻寫著的眷村特質 來台的外界族群本來就存在進退兩難的處境 和何去何從的焦慮 一方面不知道何時能回故鄉 另一方面卻還沒有足夠機會去認同異鄉 這樣的慌亂經驗形成了普遍的未知 惶恐和不安全感 特別對男性而言 要扛起養家糊口的責任 要創造孩子的未來 然而陌生的異鄉生活裡 隨時會出現從天而降的困倦無據 男人不知道怎麼處理 又不能向妻兒承認自己守住無措 各種壓力和打擊終究沉澱 形成了眷村男人無法承認的失敗感和挫折感 荒謬的是在台灣社會裡 他們卻越來越被說成是與統治者 同一陣線的壓迫者 因此必須背負起外顯人的嚴罪 這種深刻複雜的矛盾糾葛 會如何浮現呢 早年大眾對於眷村男士的印象 很大一部分圍繞著不良少年和幫派 楊德昌導演的電影《孤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也是一個超棒的電影 一定要來 YouTube都有 趕快多利用吧 這個電影很鮮活地呈現了 這個問題的深層源頭 電影開頭 也螢幕上面有一段字 這字寫著吧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 數百萬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 絕大多數的這些人 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 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 然而在這下一代成長的過程裡 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最前途的未知和惶恐中 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 往往以組織當幫派 來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換句話說 國民黨政府遷臺落地以後所形成的族群緊張關係 最尖銳的反映在少年拉幫結派的鬥爭當中 當時台北市叫得出名字的太保組織 就有五世紀的 很多是出自於眷村的外型社群 這也是孤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這個真實事件的背景 大家如果去看1962年 立法院定定的少年事件處理法 在這個過程中立法委員的發言和討論 就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 那個時代的各種力量的拉扯 最終成功立法 表面上是要大力整治那些結黨成群 到處知識危害社會的少年 實際上的目的卻包含想要處理族群關係 想要維護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正當性 這個目的 當年的眷村幫派青少年也有他們的特性 有一位竹聯邦的大佬曾經在他的回憶錄當中提到 當年外省男生在大部分學校裡都還是少數 出於教養他們往往信守傳統的道義和倫理 拉幫前代多半只是為了兄弟和朋友兩類插刀 或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除了打群架基本上不會涉足黃賭黑這種嚴重犯罪 中學畢業以後功課好的考上大學繼續讀書 成績頻頻經濟情況差一些的可能去讀軍校 沒有繼續上學的服完的兵役可能去跑漁船商船 不管走哪條路這些人成年以後 都在普通人的人生道路上面繼續奮鬥 很少回顧過去的少年情況 當然資源不足缺乏出路的眷村青少年確實有不少 後來加入了像是四海幫 竹聯幫 非英幫等外省化的幫派 甚至青幫 鴻門等等 重點是隨著1980年代台灣社會急速發展 這些幫派的性質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經濟的快速取締以快速泡沫化 製造了很多機會讓幫派在股市 房地產 六合產上面 進行各種經濟犯罪的活動 同時本土化的政治運動 本土化的政治運動利用強力動員族群議題來壯大自己 也因此激化了外省幫派與本省幫派的對立衝突 造成一連串嚴重的治安事件和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 1980 90年代掃黑的一清專案與治平專案 名為處理治安問題 其實都意圖順勢消滅當時最彰顯族群張立的幫派剩下 1987年台灣解決以後 政治空間打開 黑道背景的地方人士分心參選各級地方首長 以及民意代表作為保護傘 幫派也陸續轉型 投入正式部門經濟 促成了台灣很複雜的黑金現象 包括大家耳熟人強的 年輕雕啊 鄭太極啊 保德元啊等等 而隨著政局輪轉 兩岸關係融兵 原來在本土化政治裡被排擠的外省認同 也開始在政治立場上試驗新的可能性 這些變化都使得眷村男性的政治潛力 在台灣政局中持續地冒頭露臉 雖然位居邊緣 卻仍然能夠與政治本土化的趨勢和對比 比較熟悉的名字 例如網店台 張安樂等 也是在這樣的政治拉扯裡 拆除或者改建眷村的政策開始推進 其實外省第二代隨著就學就業成家 離開老家 本來眷村就已經逐漸沒落 1980年代開始台灣大力的推動都市開發 擴大都市的版圖 原本位居都市邊緣的大批眷村土地 成為房地產資本掠夥的對象 本土化的政治風潮更推波助瀾地加快了 眷村拆遷的腳步 眷村的落寞消逝 看起來已經是歷史的必須 值得寬慰的是 不少眷村人以及關心社區營造的人 自發地推動了搶救眷村技藝 保存眷村文化的行動 重新燃起對於眷村地景 眷村口味 眷村文化的珍惜和愛護 台北新營公營會館 桃園龜山眷村故事館 新竹眷村博物館 台中眷村文物館 高雄眷村博物館等等 也陸續獲得政策或者項目的支持 很具體的為眷村留下了一些實體的象徵存在 建構起有關於眷村的敘事和情感記憶 另外還有一些零星殘存的眷村連身聚落 像是我們桃園的馬祖新村 獻光二居 中正新村等等 都為眷村的歷史存在 留下了不同程度的重現 今天在這裡成立的 眷村資源中心以及同時推出的眷村實驗室 顯然更有宏圖大展的願景 都是非常值得我們支持的行動 不過 眷村到底是什麼 眷村只是一些已婚軍人的家庭宿舍區 這樣的軍眷聚落 隨著各國的駐軍派駐分散到世界各地 比方說1970年代月戰時期 美軍駐台 沿著台中市里泉路 美村路一帶 也有美軍的眷村 我還在裡面打過工 我當時 剛剛畢業的時候 驗暑假沒事幹 我就去找個工 去他們家做清潔工 從早做到來 cleaning lady 挺好玩的 我覺得那是一種生活的歷練 我的出身本來就不高 本來就要做這種事 好 但是這些遍布全球的眷村 在消逝的時候 很少會變成一種話題 一種紀念 一個觀光的景點 台灣這些年來 也拆遷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建築 都市面貌改變很大 拆遷已經成為都市生活的常態 那麼為何眷村在台灣 可以成為一個積極保留的空間 眷村的遺跡 為何會變成一個紀念的景點 我覺得這其實來自兩種力量 一種由下而上 那就是民眾的力量 一種由上而下 那是政府的力量 先說由下而上 推動保留眷村的民眾力量 眷村人在面對都市面圈 改變眷村的地道 社會面圈改變眷村的地位的過程裡 越來越感覺到自身被邊緣化 被醜化 被抹去 因此 產生了一種要求被承認 被認可的願望 希望社會承認 眷村在反共國策下的犧牲和奉獻 包括自願或不自願的隨軍來台 無法回故鄉 回家 也無法和大陸家人團聚等等犧牲 四十年後才能跟家人團聚 才能返鄉 以及在家裡面的軍人為了保衛台灣所做的 犧牲奉獻 在眷村拆除改建的時刻 眷村人不願意讓自己活過的一切就死消失 不願意他無聲無息的逝去 所以希望追求精神上的繼續存在 希望積極的留住或者重建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眷村遺跡 換句話說 眷村的房子建築可能被拆除 人員可能遷居四散 但是眷村的記憶要被保持下來 不只為了眷村人自己保存記憶 而是希望整個社會都能見證 眷村這個歷史財務 以及它的興衰過程 眷村等於變成集體記憶的另外一種力量 由上而下的力量 就是台灣族群政治的效益 在政權成功轉移以後 為了安撫弱小的族群 也為了建構一個團結的台灣國族 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同意支持這些族群 各自紀念過往 保留一些族群文化符號 在特殊的地點和節慶中出現 或者根本把殘存的眷村轉為商業化的 體驗消費的地點 我們當然希望眷村文化的繼續保存 對人聚集創造 那種活力可需要更大的空間 來重建和體現 也需要更穩定的政策和資源來抑制 不過如果把眼光拉得更長更遠 眷村的歷史存在和利益 是有可能超過單薄的懷舊和記憶 畢竟 眷村曾經聚合了來自大陸各地的人口 和他們各自帶來的文化 口味 習俗 在眷村的空間裡 交流 凝聚 創造了一個肥沃而有活力的傳承空間 也滋養了後代對中華文化的融幕之情 敬畏之心 而現在 面對大國禁足的新全球變局 以及去中仇中的情感建構 眷村人其實可以有一個新的契機 因為我們長期禁論的華夏兒女 閻黃子孫等等文化認同 我們最有機會提供一個現成 而順暢的兩岸雀橋 消滅冷戰的秘密 當然 這也就意味著眷村子弟需要先擺脫 常年的虛假資訊 重新認識我們既熟悉也陌生的中國 虛假資訊不是今日才有 從小我們就讀到中國大陸瀕臨崩潰 共產政權天怒人怨即將土崩瓦解 等了這麼多年好像也沒有跡象 反而經濟越來越好 國力越來越強 人民生活越來越滿意 許多台胞都已經前往大陸發展 還剛好撐起了前景不佳的台灣經濟 可是虛假訊息仍然不斷 直到今日還有許多人對世界局勢冷淡 對大陸現況不知 而眷村作為冷戰反共系譜中的一環 從一開始在政治上 就長期被反共的話語和意識形態包圍 扭曲了我們的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 眷村居民雖然多數不自願的隨軍聯排 卻無所選擇的被冷戰的仇中氛圍所感染 所包圍 當年的反共有其歷史情境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六十年後呢 很多事情都已經徹底的改變了 在此刻已經發生巨大變動的世界局勢裡 我期待我們能夠重新認識自己被放置的位置 超越冷戰的對立和敵意 以宏觀的認知和展現的形式 來活出自己眷村的歷史意義 謝謝